Good evening, ladies and gentlemen, I will first speak in Mandarin and in English later. 各位版和东的选民,各位支持者,大家好。 目前呢,新加坡面对低生意力的问题,政府敢在反而东投票日之前,也为了鼓励生意,提出了奖励生意的配套。 表面上看起来,还相当于吸引力,不过内容和世界,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 政府现在有点觉醒了,好时怕卖心,政府会怕了,不过。 一个政府的国民生意力,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经济的前景。 政府本来就应该优先考虑和处理,不过,我认为,政府接下来应该把焦点,专注在人口老龄化和乐龄人士所面对的问题。 在过去,政府常常与鲁家思想的价值观,提倡敬老尊贤。 不过,不过,不知道在什么时候,年龄大的国人,却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,因为年龄的关系,人家嫌你太老了。 而政府呢,也开始担心,人口老龄化的开支。 年长的新加坡人,目前主要面对三方面的担忧。 第一,医疗的问题。 第二,住屋的问题。 第三,省次减用。 就算有除息,也抵不过生活费的不断高涨。 在医疗方面,虽然政府提出了证件疗养院和老人院,也承诺提早兴建圣港医院。 但是到今天,还没有落实。 还有,那些病患比较严重的,经过政府诊疗所,医生诊断。 需要到医院看专科医生的老年病人,一般上都需要等上六个月。 有经济能力的,可以转去私人的医院看专科医生。 不过没有津贴了。 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老病人,年老的病人呢,就只好等,等到病重了,就由旧山车送到医院的紧急部门。 还有呢,一些等不及看专科医生啊,就这样走了。 这个问题,不是一个新的问题。 病人需要长时间等待看专科医生的问题。 我在过去曾在国会提出,但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 在住屋方面,需要直接向政府申请住的住屋的人,通常呢,都被劝告和孩子住在一起。 HTV还可以跟你说,你的孩子住在几房室,有空房间。 各位,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和孩子住在一起? 在有需要的时候,有子女在旁照料,也可以帮忙照顾孙子。 不想和孩子同住,要自己独立居住,当然有不可以的苦衷啦。 政府一定把年长的父母和孩子通过政策混绑在一起,在同一屋檐下, 造成许多年长者无可奈何,饱受生活摩擦的煎熬。 年长一代的新加坡人,有许多人没有公积性。 比如早期的菜籠,花籠,或者养猪为生的,早期的绷歌的那些国民。 他们虽然有儿女,但是儿女也有自己的家庭,也必须面对生活的负担, 能供给父母亲养老的生活费也有限。 他们虽然不算一穷二白,但是日子也不好过。 政府也应该设法协助改善他们的经济。 我们要记得,新加坡能有今天的经济繁荣。 国家有先进的设施,三一代人的勤奋和努力,是我国进步的基础。 他们甚至呢,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,面对土地被政府征用, 被逼转行,而必须适应新的环境。 他们所做的牺牲应该得到回报。 我们工人党正在观察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反应和所推出的方案, 也会在恰当的时候指出问题。 满耳东,候选人李立连, 正是一个扮演监督政府的正确人选。 他为人直率,敢说敢做, 但又不会失去理性。 不合工人党理性问证负责任的要求。 我从政这么多年来, 在2011年大选以后, 有一种被前后夹工的感觉。 前面呢,你面对的是行动党, 也好都戏了。 背后呢, 正面对的是各种各类的批评, 和视视而非的各种指责。 尤其是在互联网上面, 真是一家之罪, 何患无辞。 就好像在这次的浮选, 提名日之前, 工人党呢, 就被指责高傲, 不顾其他反对党要在这里参选的意愿, 不与反对党正义的团结着想。 我今晚呢, 就和大家谈谈反对党团结的问题。 首先, 如果反对党阵营能够团结的话, 那新加坡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政党。 组织和注册一个政党, 不难。 不过, 要能够持续运作, 坚持下去, 这没有这么简单。 我活在独立的前后, 已经有不少的政党, 但是生存到现在, 而且还活跃, 而且有进展的, 除了行动党, 就剩下工人党。 在行动党一党专政的新加坡政治环境里, 其他的政党, 要能够抬头和成长, 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。 我在1982年加入工人党, 接近30年后的今天, 才看到工人党有一点点的起色。 我接触过许多支持反对党的人, 他们希望看到新加坡的民主有所进展, 不过他们常常感到痛心, 恨铁不成钢, 因为反对党政党总是出现种种的状况, 我理解他们的失望和期待。 反对党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政党, 不同的人, 不同的领导, 不同的问证方式。 1991年, 可算是新加坡民主进程最令人服务的时代。 当时国会里面有四位反对党议员, 新加坡民主党是最强的政党, 可是后来民主党闹分裂, 在1997年的大选, 行动党就趁机把所有的反对党都捆绑在一起, 一只竹钢打翻一船人, 大选结果, 四个反对党议员只剩下两个, 之后呢, 反对党的士气一落千丈。 从1997年大选之后, 工人党就决定走自己的路, 后来, 好些反对党成立了新加坡民主联盟, 工人党也决定不加入, 新加坡是个民主国家, 任何人都能创立政党参加竞选, 每个政党都有不同的方向和理想, 即使都对政策有意见, 也不一定有同样的想法和做法。 此外, 对于怎样的反对党和政治模式, 才对新加坡最有利, 才适合我国的国情, 也不一定会有一致的意见。 所以, 以新加坡目前的政治状况, 要所有的反对党团结成为一股力量, 是个不可行的概念, 俗语说道不同, 不相为谋, 政党和人也是一样, 如果性格不同却勉强在一起, 后果会如何? 不但不会幸福, 还会误人误事。 所谓反对党团结, 只怕到最后, 不但不能够同步前进, 反而落到四分五裂的地步。 这样的结果, 只会让人民再次对反对党失去信心, 成为新加坡民主发展的绊脚石。 工人党坚持走自己的路, 一条备受批评的旗旗路, 不是高傲, 也不是不尊重其他的参政者, 而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, 避免再次让人民失望, 避免再次对为了建设民主机制, 努力无私付出国人造成伤害。 工人党要做个受人尊重, 有理性负责任的政党。 我们重视每一个选举, 选民的信任和支持, 更实时提醒我们, 不能辜负选民的委托。 大家可以看到, 刚刚起步的工人党, 在2011年大选以后, 就发生了很多事情, 不少有心人都在等着看戏, 后港补选的时候, 就有人想通过各种手段, 制造工人党发生分裂的现象, 企图打击新加坡人对工人党的信心。 不过, 这些小人白费心机。 我们越过了种种障碍, 继续成长。 但是这个成长的过程, 还需要大家的大力扶持。 所以, 我希望板额东的选民, 能协助工人党, 使工人党能发展成为一股政治力量, 能够平衡行动党, 不让行动党继续钻衡下去, 为所欲为, 使新加坡的民主制度, 能够正常地操作。 李显龙总理最近访问了板额东, 他很关心板额东啊, 他批评工人党, 他说, 在国会, 并没有反对党对新政策, 有强烈的看法或替代建议。 你不要这样激动。 他的批评呢, 其实是对工人党的肯定。 为什么呢? 他没有攻击工人党, 在国会里浪费纳税人的钱, 拖延国会的辩论, 违反对而反对, 使国会不能运作。 他也没有说, 工人党把专业的国会变成斗鸡场。 其实呢,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, 工人党的议员都参与各种议题的辩论, 也提出咨询, 这些课题包括幼儿、教育、 组务、交通、 药物的津贴等等。 我鼓励大家亲自到国会或者是工人党的网站查阅。 工人党有一组由学术人员和专业人士所组成的研究小组, 协助议员审查议案, 也针对政策提供意见和可能的改善建议。 我认为我们现阶段的重点, 应该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民情和所了解的问题, 分析与研究, 提出批评与建设性的意见, 供政府参考以改变政策,改善政策。 不过, 只要工人党继续壮大, 在国会里拥有更多的意识, 那就会如李总理所希望看到的, 有可能成为替代政府, 因为他要替代政策, 到时就应该会有一套的替代政策。 所以呢, 反而东的选民, 你千万别辜负总理对工人党的期望, 他要替代政策, 所以1月21日把票投给工人党, 送李立言进国会。 谢谢。 谢谢。